同学们大家好 今天又是Mr.C在线上教你科学 那么今天我们将会看五年级KSSR科学 今天我们要完成的就是科学作业 5A第39页到40页 这本作业是由家阳出版 那么首先同学们 你们必须准备好你们的作业 不然如果你们没有作业的话 也可以跟着老师脚步 一起来完成这39页和第40页的 这个习题 我们看第39页的练习意 无所不在的能 根据下图写出能的来源 那么同学们 老师之前已经有讲过 我们有9个能的来源 如果同学们 你还不了解什么是能的来源 可以看回老师之前的影片 你们可以从这个五年级KSSR科学里面 寻找这个playlist 可以看得到能的来源这个影片 那么你们可以先去学习学习吧 那么我们讲到能的来源 就有9个 那么能的来源是讲说能是从哪里来的 那么我们来看第一题 这个是电池 所以电池也是能的来源 第二 这个是太阳 第三 这个不是风筝 为什么风筝会飞呢 因为有风 那么第四 桌子上有很多食物 这些都是能的来源 第五 这个是一个水坝 那么是水 第六呢 这个图画其实没有画得太好 但是这个就是赫脂能 第七呢 这个是石油 那么它是化石燃料 第八呢 这个是已经死去的动物 那么我们可以拿来做成生物质 可以来发电 这个生物质也是能的来源 第九呢 这个是海浪 所以我们有九个能的来源 那么老师在那个影片当中 有解释 为什么这九个都是能的来源 好 我们来看接下来的习题 B 把能的形式和它的说明 画线连一连 这个是能的形式 老师在之前的影片 也是有讲说的能的形式 我们也是有九个能的形式 那么同学们 如果你是还不明白的话 可以看回老师之前的影片 题目是能的形式 那么在做这个习题的时候 同学们你要注意 你可以使用颜色笔 为什么要使用颜色笔呢 铅笔可以吗 当然也可以 但是颜色笔是当你在复习的时候 你能够很方便的找到那个答案 所以是方便你进行这个复习 好我们来看热能 那么热能的解说是哪一个呢 好那么我们就要一个一个来看它的解说 在这里有A B C到I 那么我们来看 存在于发光的物体 热能是发光的物体吗 不是让我们看到周围的物体 这不是热能 物体枕动时所产生的能 枕动会是热能吗 也不是 它会发出生能 这也不是 太阳所造色出来的能量 这也不是热能 让我们感到温暖 也让我们把食物煮熟 也让我们把食物煮熟 这就是热能 所以看到MAL是用颜色笔 让我们感到温暖 热能让我们感到温暖 也让我们把食物煮熟 好那光能呢 光能 在我们再重看这个说明 存在于发光的物体 这就是光能 让我们能够看到周围的物体 这就是光能 好 势能呢 势能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其他的说明 物体枕动时 刚才我们讲 这也不是势能 太阳所造色出来的能量 这也不是势能 储存在化学物质 和食物中的能量 这也不是 电所具有的能 这是电 所以操作电气 这也不是 由原子贺 发生贺变 反应时所产生的能 这是原子贺 所以也不是 存在于被弯曲的物体 弯曲的物体 和处于高处的物体 这就是势能了 那么势能呢 就是之前有讲过 像椰子 椰子属于高处的物体 它在高处 所以椰子本身就拥有势能 那么弯曲的物体 就是你把那个尺来转弯 或者来弯曲它 那么这也是拥有势能 好 我们看电能 刚才有一个是讲电的 电所具有的能 也可以用来操作电气 好 声能呢 声能 刚才也是有讲到的 物体振动时所产生的能 使物体发出声音 声能 声音 好 这些动能 动能有看到吗 好像没有 太阳所造出来的能量 这也不是储存在化学物质 和食物中的能量 这也不是 油原子和 这是 这也不是物体移动时 所具有的能 这个就是动能 物体移动时所具有的能 好 接下来太阳能 太阳所造势的能 化学能呢 化学能就是我们的食物 其中一个 当然 还有储存在化学物质 这就是讲到电池 好 赫子能呢 由原子和发生核裂变反应时所产生的能 这就是赫子能 好 能的形式已经讲完了 那么我看C 能的转换 能的转换 老师在之前的影片也是有教你如何用能的形式之后去到能的转换当中 所以我们在以下的活动所涉及的能的转换 那么我们要在这个空格或是在线上填写正确答案 并做出结论 来我们一提一提看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会所写到的答案将会是能的形式 例如热能啊 光能啊 热 势能啊 电能 刚才我们已经有看过的一些能 那么这些答案将会用在我们这个A项这里 就是能的转换 好 我们看第一个 太阳电池是一种电源 太阳电池吸收太阳所提供的 太阳提供什么 热能啊 光能啊 还是太阳能 太阳提供是 太阳能 这个就是太阳电池 好 那么太阳能会转换成什么 它在家里会使用电能 然后再转换成 还要使用什么 使用热水器是吗 所以再转换成热能 慧君拿着吉他时 吉他具有什么能 吉他这个线 会具有什么能 具有势能 因为它是紧绷拉着紧紧的线 当它谈活 玄线时 玄线具有什么 这个吉他 当它弹动的时候 那么玄线就会有动能 OK 玄线就会有动能 那么这个动能呢 就会转换成 美妙的 美妙的 深能 我们来看第三题 当皮球在滑梯上时 它在这个滑梯上 皮球具有 这个在高处看到吗 所以皮球就具有 势能 当皮球 从滑梯往下滑的时候 就下来的时候 那么这个势能呢 就会转换成 在滑下的时候 就会转换成 动能 好 能 被创造或消灭 能可以被消灭吗 能不可以被创造或消灭 但是能 可以怎样 可以从一种形式 转换成 另一种形式 老实重复一次 这个结论 能 不可以被创造或消灭 但能 可以从一种形式 转换成 另一种形式 那么这一句话呢 一种形式 转换成另一种形式 代表可以从势能 转换成动能 什么叫做不可被消灭 或创造呢 势能呢 是放在 皮球放在滑梯上的时候 它就会 有势能 那么我们不能造它出来 我们不能讲 我们做一个东西 我们造它出来 我们要电话 我们造一个电话出来 所以这个皮球 当它放在滑梯上的时候 它就有势能了 好 它也不会消失 势能会突然间 不不见了 完全没有这个能 它不会的 它会转换成另一种形式的能 例如这个势能 就会转换成 动能 因为这个皮球 就会往下滑 如果皮球没有往下滑的话 它在这个滑梯上 它永远都有这个势能 好 今天的影片就到此结束 如果大家喜欢这个影片的话 可以大量分享给身边的朋友 也记得把它分享出去 让你身边的朋友 也一同来学习 这个能 这一刻 好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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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